俄罗斯在白俄大规模军演 瘦肌肉展示惊人 炮火威力 同时俄罗斯大批舰艇 也可以曝光前往黑海集结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接受CNN专访时 与拜登说法一致 强调俄罗斯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莫斯科的侵略行动 可能会以大量轰炸作为开端 让大量平民受到波及 但普丁最快16号 对乌克兰发动进攻 苏利文不愿证实 乌克兰也证实总统斯文斯基 有意邀请拜登访问乌克兰 因为这对稳定局势至关重要 可以传达强而有力的讯息 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 不过白宫拒绝评论 美国提供乌克兰的刺针飞弹 目前已经抵达 同时第八十二空降师 三千名增援军力也飞抵波兰 佛罗尔达150名国民兵 则是在乌克兰境内 负责训练乌克兰民众 如何使用枪械抵抗 拿着木头支的假枪练习瞄准 其实这位从商女性 对军事一窍不通 乌克兰强调一旦俄罗斯攻击 能够全民皆兵抵抗入侵 总统泽伦斯基稍早也表示 如果任何人掌握俄国 2月16号开始入侵乌克兰的 补充消息 请提供给乌克兰 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则是回应认为美国应该停止 刺激紧张局势 而不是麦克风外交 记得综合报道